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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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秘密好好玩 秘密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玲 我是郭敬城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 我想當個人生勝利組 這個是每一個人最終的目標 都很希望能夠成為勝利組 但是沒那麼容易 對 但為什麼每次吃虧的總是我這樣子 對啊 不過有時候很難講 前面先吃虧 吃得差不多的時候你就會變勝利 也是一種學習啦 對不對 來來來 歡迎我們的命理老師 首先歡迎周映君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嘿 來接下來歡迎李玉佩老師 老師好 來接下來歡迎我們命理界的 阿湯哥湯正偉老師 老師好 來歡迎幾位來賓 好久沒有來 我們歡迎吳上元老師 周昇老師好 好 接下來這位命理界的貴賓 小孟老師 大家好 姿姿姐好 一看到小孟老師好像錄過年特別節目 當然 喜氣這樣 蓬碧生辉 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說我想當個人生的勝利主 但為什麼吃虧的總是我 看不出來 購物台的購物天后有很多 但是購物天后裡面有一位 長得像白嘉莉的 你知道是誰嗎 有白嘉莉的臉 但卻沒有白嘉莉的命 我們來歡迎鄭凱文 好煩喔 觀眾大家好 我想到會員 今天不是來賣東西 今天是來告訴你要如何當人生勝利主 但我真的不是白嘉莉 有沒有人說你長得像白嘉莉 有啦從我到大白嘉莉啊 葉玉清啊 喔對對對 彎桓啊 陳寶蓮啊 都是美女 都是大美女 有有有有 欸其實像凱文這樣女生 工作能力又強 而且她不懶惰 她又很努力 她很用功 但是就覺得總是人生就差那麼 那麼臨門一角 是 而且其實凱文一直以來都是購物台的銷售天后 謝謝 不瞞你說 我常常就是敗在你手下 就是一聽到你賣什麼東西 我就拿起電話來直接就買了 不好意思啊 你下次可以先傳簡訊給我看我可不可以買 那倒是不必就是 你有一種很厲害的銷售能力 是會讓我覺得很想買那個商品 因為我的確在 可能因為我是獅子座的關係 我做任何工作 我不是在自己自誇 我說實在的話 我會比別人投入更多的心力去做 包括做功課 我都做得比別人還要請 就是這樣 說購物天后當然很多 大家賣不同的商品 那其實凱文她的業績很好 對 然後觀眾 收視也很好 有觀眾緣 就是說既然會有一次被掉到冷門時段 是為什麼 你們購物台的鬥爭很厲害 被鬥掉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剛進購物台沒多久 我的業績就還不錯 很快的在 我記得那時候購物台有五個台 我就在那個台成為那個台的扛把子 所以我就在新人當中最突出 然後甚至當年我記得 業績我做到破那個購物台 當年的百分之兩百業績 目前只有我一個人創下來 就是賣什麼我都百分之兩百 真的喔 那你這麼煌為什麼會被掉冷門時段 這是不懂的地方 所以就還是一句話 我活該 怎麼了 因為當時業績實在太好 然後很多廠商全部都指定 然後包括說一定要凱文當來賓 這個商品一定要凱文賣 賣不動的也都要全部都 然後說鄭凱文來就OK了 所以那時候我整個屁股翹起來 開會的時候 只要你講話稍微慢一點點 當然我先說那是以前 稍微慢一點 我就說可以講重點嗎 你知道我時間很寶貴 所以所有廠商都被我嚇得要死 他們覺得看到我像 像觀洛英一樣 不是觀洛英 我只要走過來 大家本來都很開心在講話 你知道嗎 凱文進來 可是我那時候完全不在意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覺得 我現在想起來自己覺得很誇張 我那時候有時候 像公司總會有些會議嘛 都會希望購物這樣能夠去參與 我打死不去啊 我那麼忙 我幹嘛要去 對啊 為什麼我要去參加會議 為什麼我要坐在這裡面 我那時候已經有這種自視甚高 到這種地步了 然後有幾次長官就把我叫過來說 我覺得妳跟妳講 我會直接在眾人面前拍桌子 跟長官嗆起來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我自己是天后啊 因為我覺得 我就很厲害啊 公司所有業績都是我賺的啊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得罪了不少的廠商 得罪了長官 得罪了同事 那時候我一個朋友都沒有 我無所謂 我只覺得我只要業績就好 我只要會賺錢就好 因為那時候我是做重點檔 重點檔時段在購物台 一般我們會稱為晚上的八點到十點 這個時間很多人都下班回到家了 所以這個叫做重點檔時段 那我很早就坐正在重點檔時段 幾乎所有一線商品都是我在做推薦 是 可是呢 就是因為我這段時間 大概將近半年時間 我非常的姿勢甚高 長官實在看不下去了 然後很多人講我的小話 Anyway 我活該 有一天長官在我 甚至我那時候有自己的專案節目 在每個禮拜六固定 我都是賣一些品牌的東西 香水的東西 都是那種最精品的 都是我鄭凱文來負責 結果在前一天 禮拜五的晚上 準備要睡覺去上節目了 功課都做好了 長官打來說 你們不用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live其實很少會被拉掉 很少 他說你不用來 我說我有三個很重要的精品要賣 什麼頂級的化妝水 或什麼什麼香水 都是我要賣 他說換人了 但是換那一位我不會講 換人了 全部臨時換人 然後我那一刻 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然後接下來 不要說那一檔節目被拉掉 我所有專案也被取消 然後接下來我就被調到 晚上的凌晨 1點20分到3點的節目 這個時候的鄭凱文 應該還是會去拍桌子怒喊說 評審我幫我吊詩段 我有去拍桌子 我有去怒喊 對 可是當時我的現場 有三位長官 同事指著我在罵 你什麼東西啊 一夕之間把我罵到崩潰 那時候我就一下就被調到最冷門的時段 然後呢 早早到晚 冷門是幾天啊 就凌晨1點多到3點 有時候還這樣 凌晨1點多到3點 沒人看都是貴啊 這個時間經歷了半年 好難熬 然後我再慢慢慢慢的 靠我自己的意志力 跟我慢慢的去跟很多周遭的同事 去詢問說我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我有一些好朋友跟我講說 鄭凱文我真的覺得其實是你的問題 你真的太驕傲了 你真的是太鐵齒了 你真的是不能夠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慢慢去洗禮我自己 然後慢慢去沉浸我自己 然後在這一段脫離重點檔時段 我覺得其實我發覺其實旁邊 還是有很多人會去幫助我 給我信心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就慢慢再站起來 但從那次以後 我就再也沒有像剛剛所說的 就算我一夜做得再多好 我在當下會馬上 把所有的情緒通通放下來 就是今天我就在做到第一名 我會到回到家那一刻 我就是整個孩子就趕快丟掉 隔天我還是笑臉贏忍 是 對 要適時的釋放壓力 那種驕傲的那一段時間 當然你一走到公司 大家都 凱文姐好 凱文姐好 後面有個聽到說驕傲什麼 有點了不起 這種小話 拽屁 拽屁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什麼小話的朋友都有 甚至還有人傳說 我跟所有廠商都上過床 這麼難聽 很誇張 我想說我真的很閒嗎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肯定嗎 這些組合的人 他們都有一種想法就是 來而不往 非禮也 你敬我一尺 我一定會還你一丈 然後他們不是一個 小氣或是氣量狹小的人 他們盡量讓事情 雖然不至於說做到面面俱到 但是他們會把事情做得 非常的周到 那他知道在什麼時候 該說什麼樣的話 那講話不會去輕易地得罪 但是暫時我們去做什麼?